那可是你要不要看他死刑嘛 就跟他殺死人一樣嘛 不是依照嚴重程度判刑嗎 那告訴我什麼時候不成證明的 告訴我什麼時候不成證明的 好 十一組 十一組 來 你們 你們最嚴重的是哪一個 第八 八叫多少 十八 戒嚴這個還有咧 這最嚴重的 好 OK 那施行戒嚴的 這些人要不要判死刑 判無期徒刑 我只好幫他灌個二十年 好 OK來 第五組 你們咧 最嚴重的是 哪幾項 最嚴重是哪幾項 十九 十九 好 為了做生意不敢批評践踏人權的國家 好 那還有咧 這個最嚴重 這個最高 跟第二個差零點六 跟第二個是哪一個 十八 十八 好 跟施行戒嚴是一樣的 好 差不多 好 OK 第十四組 十四組 十六跟十七 十六跟十七 殺人跟叛徒將國性死刑 這都很嚴重 是一樣嚴重 對不對 好來 第十組 你們是哪一個最嚴重 十六跟十七 十六跟十七 好 第八組 第八組 十六 十六 殺人最嚴重 好 第四組 七 七 八 十一 十一 沒有 七 八 七八 十一 偷竊 搶劫跟 銀行財務報道不死 這嚴重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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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樣嚴重 偷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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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竊會不會自然於死 可能會讓心臟病發 Carlos烈到心臟病發 讓他死掉 那太多了 老實上課也讓你心臟病發不可能啊 對不對 你老師在考試考了你們心臟病發啊 不觉得怪吗 第三组 你们来 第几个 16 杀人最严重 第二组 12 13 15 小七全家人的涨价 你觉得很严重 很严重 可是你 他该不该死 该死 你还去买东西 有没有 自从他天天涨价 又再也不去的 同学举手一下 再也不买咖啡的举手 再也不买咖啡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而已 你看 你看吧 你还不知道买 你也 你也去买 好啊 12组 你们这边最严重是哪几个 所以18 19最严重 13组 16 32人最严重 好 OK 可以给我看一下 去年 去年 这一班同学 他们的平均分数 是这样子 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哪一个 抢劫 对 抢劫 竟然是最严重的 杀人 96% 对 96 严重分数 96分 96分 然后呢 看到的另外一个很奇怪的是 好吧 第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 抢劫 对 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偷窃 为什么偷窃这么严重 刚才 第六组的同学讲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是第六组还是第七组 认为偷窃很严重的 不是 那就是第七组了 是不是 还是第四组 第四组 然后呢 抽大麻 抽大麻这么严重 他跟这个差不多严重 抽大麻 同学这里有抽烟的举手 有抽烟的一个 才一个吗 真的吗 真的就一个 全这里这一个 怎么可能 真的就一个 好 伟终你们饱受歧视的感觉 还好 你抽烟的时候 你会不会说很臭 有没有人说很毒 就很毒啊 那个烟有毒啊 还好 还好 吸收排放废气 有没有毒 有毒 啊 那个六组排放废气 有没有毒 有 大麻排放出来 有没有毒 有没有 不知道 大麻一个人抽了 满屋子都是烟 跟六组排放出来 废气 整个台西那边都是废气 哪个严重 六七 啊 为什么 为什么他觉得 六七六十五 竟然严重程度差不多 这个不是六七这边 六十六 他这边六十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还有判处江国庆死刑的 严重性只有五十九分 他比西大麻少 这去年从全部的老同学们叫我起来 但是五十九分 西大麻六十分 结果西大麻爱找了谁 请问一下 你抽烟有没有爱找谁 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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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这样你自己偷偷的抽会不会影响到人家 不会啊 啊大麻自己偷偷的抽会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会啊 啊为什么他严重性会高于 犯罪江国庆死刑 你也不知道 可是搞不好有同学这么认为啊 在刚才那一组的同学 是不是觉得抽大麻很严重 最严重的两件事 抽大麻跟 扯保条不实 对不对 那为什么抽大麻 你们觉得这么严重 啊 穿白衣服的同学 对身体伤害 要不对我身体伤害 要不对你身体伤害 那有什么关系 要这样子对身体伤害太多了 你喝可乐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你吃麦当劳会不会对身体有伤害 都会有对不对 麦当劳的鸡不是鸡 你们知道吧 麦当劳的那个起司 根本不是起司 你们知道吧 那一片那个黄色的麦克里起司 根本不是起司 它是化学条出来的 真的啦 起司你们要买的就是去那个 超商里面 他专门有一贵重在买起司 但是一整块一整块去切出来的 那个才叫起司 鸡 鸡 鸡它就是 用那个不同的肉 去生产出来的 然后它去调出来 肉 它有鸡肉 没错 可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原料参进来 所以说那个 麦当劳的鸡不是鸡啊 那你有机会这样吗 还是鸡腿那些东西 不是鸡腿 我说它的那个鸡膀 那个叫什么 麦香鸡 麦香鸡 麦香鸡那一种的 那你吃那个对身体有害 为什么抽到吗 你就不会觉得说 那个吃身体不好咧 同学为什么呢 好 在这里 其实我们看到一个 一个有趣的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 没有注意到 其实犯罪 分为几类 谁会犯罪 刚才那张表 我们看到的是 有个人的犯罪 有企业的犯罪 还有另外一个是 国家的犯罪 那当你们会说 抽大麻是犯罪 很严重 其实你是把它放在 个人这个角度来看 可是你想一想 假如大麻是很严重的犯罪 那为什么何难可以抽呢 为什么 甚至美国现在在讨论的 要让它合法化 乌拉贵喔 是不是已经合法了 对啊 那假如它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为什么某些国家 他们觉得OK咧 好 这个先到后面 我们会讲到 偏差行为的调限理论 那大家其实 企业的犯罪 是不是在最近一年看 最近几天看最多 有什么样的企业犯罪 头牌被水日月无光 还有呢 看什么 还有你的什么油 大桶什么油 大桶化学油 对不对 好所以这些都是企业犯罪 可是我对企业犯罪 概念似乎很少 大家觉得几乎都是 严重的就是杀人 这样子的事情 那那个日月光众要杀人 对啊 那他又要判他死刑 大桶呢 唐师傅那鼎心集团的呢 要好 那这个杀不死 杀不完了 到处都要判死刑 太恐怖了 我们这个台湾社会 他另外是国家的犯罪行为 希特勒的纳粹犯犯犯犯行为 算 戒严时候在台湾很多白色恐怖被杀的人 那些 当时的台湾政府犯犯犯犯 算 假如说的话 现在有没有人因为过去的犯罪被起诉在台湾 没有 几乎没有 应该是没有 不是几乎没有 完全没有 那要不要去起诉他们 要不要 有像说马铃九 有像说宋楚瑜 要不要 他们是当时整个国家机器的一环 他们支持戒严 他们禁止开放所谓的自由言论 然后呢 只要有 跟 主流意识形态不一样的 就知道去关 这些人 这一大群人 要不要负责 开始碰到我们自己台湾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安静下来 想到纳粹 当然要啊 大家都包起来关啊 关到他死为止啊 为什么到台湾就不见了 张学来在台湾就被软禁 谁是负责看守他的 一定是有人嘛 对不对 这些人要不要 现在要不要去判他行 还有在财山 财山这个地方 同学财山这个地方 在228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叫彭梦契的 他守着这个山寨 高雄许多地方士绅 派了一批代表团 来到这边要跟他谈判 谈判说 我们双方和解 我们就是 只要彭梦契这边把 那个枪械交出来之后 我们大家就 重新再来治理高雄 彭梦契就是 把这来的十几个人 通通枪毙 那请问一下 彭梦契要不要负责 对这屠杀世界要不要负责 要不要 结果他现在当然还是 照领着台湾的 非常有钱的 退休金 退休户 要不要去处理这种事情 国家的犯罪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怎么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有一种处理方法 南非有一些处理方法 韩国有一些处理方法 台湾 基本上就是只有被害者 但是没有加害者 的一个现象 不管如何犯罪 不要忘记的 各位可习惯性对犯罪的概念 是界定在个人 但是现在当代社会中 最大的犯罪来源 一个是企业 一个是国家 个人 那个都是零星的 都是零星的 最严重的还是来自于企业跟国家 也就是这边讲的 制度性的暴力 是最恐怖的犯罪 制度性的暴力 制度性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以下戒严 以下说 引许企业 逼着企业 让企业去排放废损 让企业去污染空气 这个才是最严重的 才是最恐怖的犯罪 为什么 它影响的不是一个人 你杀了只是杀了一个人而已 可是 你这个企业排放废损 是整个台西地区 离癌率 是其他地方的好几十倍 某一种病 某一种癌症 一样的 戒严 死了几万个人 几千个人 你说一般 我们去杀人 怎么能杀几千个人 好 不要忘记 这个犯罪 这种事情 下面这两个 才是最关键的 在当代社会里面 因为它握有集团的力量 握有集团的武器 来进行对于个人的侵害 好 我们就以十分之后 等一下再继续 我看见到 最后的信息 这些人也会想要 我看见到 现在会想要 先养点 打开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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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之間, 乾脆乾脂是一盤的擀動渣 滴火鍋鰲 煒火鍋鰲 汪留下 煒火鍋鰲 來擀動一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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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